欢迎收看小风的视频 喜欢的话就关注一波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风 今天的依旧是全面坦克模拟器 没错我们今天依旧是扮演德国去征服全世界 好那这里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就选择战役 上期是闪电战已经完全完全把波兰全部打下来了 那这一期的话德国看到没这一侧已经统治 这一期的话我们就准备去攻击一下法国 法国之前我们选择法国打过 那这里的战役和这些法国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难度会更高 好先看一下法国第一仗依旧是烈日 对方坦克迫击炮和视频表度 但是这一关我们现在仅仅只有6000块钱的价格限制 也就是说之前的钱呢没有之前多 非常非常难打 好的游戏正式开启 果然马其诺防线 法国果然在这里放出了大量的碉堡 歼灭所有敌人 德国的战役大粉都是死豆模式 也就是说把对方全部打掉 这里对方有大量的地堡 大量的反坦克炮 包括这个机枪 反坦克炮有地堡在这里 后排有大量的改良性轻坦克 以及加农炮等等 同时对方的村庄当中有大量的士兵 这一关我们的潜伏只有6000块钱 比较难打 加农炮真的是 讲道理是真的厉害 我们可以在这里对吧 放上大概 五门加农炮 穿上两个坦克指挥官放在这里 面对对方大量的地堡 我觉得坦克对地堡其实也很强 就最初的轻型坦克 它属于炮灰 它的血量虽然低 但是好在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 这个坦克真的是成本非常低 然后可以出大量这种小坦克 然后进行碾压式的进攻 非常强力 指挥官呢其实还可以再来一个 来指挥官站在这里 从右侧直接上 好那这里话不多说 直接开启 走你 首先是两拨 两拨炮火先护风 我把这个反坦克炮打掉 它的话一发也给我放炮火 非常恶心 先炸掉再说 nice 好 这里有一片岩屎 打过去 不防 哎呦 最后死了 中岸 我横向走 拉下 拉下 躺先拉下 我兄弟 哎呦 我怎么敢打不过对面 我真的假的 不防机械化石正面刚不过吗 后排的海鸡炮还在疯狂轰击 海鸡炮呢 海鸡炮应该是可以打中他们的吧 还行 对方的地堡已经没了 我觉得我还是有次机会的 我们冲 不慌不慌 冲过去 冲过去 对方全狗呆这个房屋当中 哎呦去 在这儿 我去这 在你们 打中两枪 又中呢 横向拉 横向拉 修理一下 维修 好的 我维修之后直接 护甲鞋量全满 还是对方还是打不过我们 就是 对方虽然 第一波 防线很强 马修东防线标保很强 但是 在我方坦克这个 机械化推进的情况下 他是打不过我们的 他的人数在主演减少 而且加农炮在这里风投攻击当中 是谁 我们就中难了 哪的哪的打我 等一下 生命之后低 我这里修理过了 所以只能往过走走 不要慌 从边上绕一下 这里树林当中有几个 有几个士兵藏在这里 我们需要绕过去 好漂亮 不会有我们得意志 虚惊一场 刚开始 刚开始战斗中 对方的 呃 堡垒碉堡还是很强的 我差点没刚 没刚住 我去 差点没了 然后瞬间我方 大量减元 我还以为这波打不过呢 还行还行 德国就是二话不说 出一堆轻型坦克 也不要太贵 就 太贵坦克出一两个 然后大粉出那些轻型坦克 去冲对方阵 就很强 指挥官 而这波指挥官全没死都在 可以 科技看一下 我要做一下这个 自行火炮 以及火箭车 这两个是需要解锁的 好 自行火炮 它这个 就是可以移动的加动炮很强 但是只有100块钱了 150 解锁个战斗轰炸机吧 之后再解锁一下战术轰炸机 它的机枪炸弹就很强 好看一下下一个里尔 法国的里尔 或者法国的兰斯 兰斯是炮台队步兵 通过兰斯呢 是直接可以去攻打对方的大本营 打兰斯吧 兰斯给的钱更多 来开始 我们先看一下 对方首先面前平铺了大量的敌人 团队斯斗 击杀所有人 包括士兵掩护了非常非常多的反坦科炮 以及加农炮在这里 哇 然后果然是马其诺防线啊 这么多碉堡 我的天 对面还有雷区我去 雷区正面是一堆的反坦科炮 以及加农炮 急速炮 急速炮是一个AOE伤害 这样吧 先出几个装甲车 让他去踩雷 装甲车的好处就是他移速非常的快 装甲车第一波作用就是让他去踩雷 之后 对方既然火炮这件比较多的话 我这里有火箭发射器 对卡车 对建筑物及无装甲单位 可以造成大量的伤害 反坦克炮是无装甲 所以我打他应该不错 这波就主要靠火箭发射器来秒他们了 而且对方既然是这种碉堡类型 所以第一时间肯定要近距离冲过去 我们的火箭车都来一些 然后现在还剩7000块钱的话 我这里再来一些星星坦克 对方毕竟还有大量的士兵在这里 行再来一些士兵 星星不相兵 从两边迂回过去 好的 那话不多说 直接开启 来 战斗开始 火 我不会用这个 算了 不用让他自己来打吧 这个火箭炮的话 是可以对对方阵地 包括对方的这个无 建筑 对对方的建筑造成大量的伤害 轻群坦克附带三门机枪 对士兵的伤害是非常高的 先去打士兵 然后火箭炮已经把对方后排的这些碉堡啊 包括这个什么 急速炮 反弹炮 已经第一波已经炸了很多 然后瞬间对方没人了 但是我的 炸他我的架头炮还在红 可以 可以打 可以可以可以 哇这个火箭好强啊 这个火箭炮是真的厉害 一波 哇 30秒哎 30秒结束战斗 这一波其实我们的这个火箭炮 其实受损还挺严重的 操控起来对阵对方 这个马其诺防线嘛 那对阵对方的建筑 就要对他造成大量的伤害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可以 科技术再看看啊 这一波没有使用指挥官 改良性战斗机我解锁一下 万一遇到空中呢 对吧 这种 投放一些让真正的工厂单位杀手 就这个战术轰炸机呢 是轰炸对方工厂的 也是需要 如果遇到那种不断造坦克的步兵的话 工厂很需要 然后地面部队 其他火炮 反弹头炮等等其实一般 烟雾炮 包括自行火炮 250不够 不便我们先解锁几个吧 万一遇到那种 解锁个 冲锋的SMG吧 冲锋枪 这个很强 好 下一波 下一波可以攻击南希 南希有600点数 但是有大量的 哇 这么强 先去打侧面 先去打利尔 这波是防守战蛮 这啥这是 这波对方有没有飞机 我不知道 来吧 依旧是在这个麦田当中 部署加冬泡 4 6 好 之后再放几个火箭发射车 是用来防守 或者对方那种无装甲单位 之后 平铺坦克 指挥官 放在中央 放几个 保证一下火方不会 腹背受敌 这就是轻轻坦克铺满 德国这个轻坦是真的厉害 而且附带了非常非常多的那种 机枪 雷区维修车 装甲车可以稍微来几个 装甲车也是对抗士兵当中 有可能会对方刷很多士兵 这个装甲车还是需要的 还剩下大概几百块钱的话 再来一些普通的步枪兵 战斗开启 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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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这是这是我帮的部队 对方这边有 哇去 哇去先过去 手榴弹 fire 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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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他们 我去 丢太近了 哇 这枪 这枪 还行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加冬炮还是很强的 而且重型坦克很强 加冬炮先对对方阵地进行一波轰炸 然后坦克已经过去了 这边只剩两个人 主要看一下下一波 第二波和第三波的攻势 这第一波对方只是一波轻坦 我帮加冬炮可以对对方 轰炮轰击 但是后排的加冬炮现在 空下来了 第二波 第二波果然是后排后排 加冬炮我去 完了完了完了 加冬炮又被切了 这个位置 快过来 加冬炮又被切了 我的天 对方左右前进 燃烧皮 对方 丢他们 对对 吸引下火力 不要让他们去打防加冬炮 坦克还没有跟上 加冬炮政敌很重要 好好好 吸引下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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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不灭灭其他就好多 我方这个 吸引下火力非常强烈 帮野 打过去 跟人坦克一起封 我是叫坦克模擬器 我是叫小兵武器 吹过去 干到他们 这里有士兵 看到了 打过去 哇去 哇 来来来来 睡 我中弹 没事 重力小弹 好第二波 还依旧是 掩护一下我方的这个火箭发射器 以及这几波这个加冬炮 这七八门加冬炮是我方火力输出的关键 好 正面对决的话他们是打不够的 对方总共有三波 然后我们现在部队已经损失第三波 在这一侧 在河对面 有飞机对面 完了这一波我没有拿防空 然后术对面又有啥这是 士兵吗 坦克 我去 我不想命中 他小枪好强 我可以打坦克上的那个机枪手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对方几架飞机现在有点难处理 但是 就是 轰炸机 哇这几架飞机有点难处理 我没有拿 我没有放防空 但是没事 地面部队已经把他们全部灭掉了 指挥官也在 直接冲过去了 我方后排的 加冬炮已经被 飞机全部炸掉了 已经变白全部炸掉了 这两架飞机现在有点难处理 但是我方的坦克现在很不够 我去 这咋办呀 就只能等这几架飞机没有油了吗 不会吧 现在所有人全傻在这里了 我去 等下 哎 现在只能 只能 只能打飞机 就只能等这几架飞机没有油了 哇 能打中吧 没点难 这飞机 这是轰炸机 它没油了好像 来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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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吉祥兵你当时打呀 吉祥兵 啊 这不行 这个可以吧 哎 哎 对方现在就只有三架飞机 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 他对我的士兵器 不行打不打不起来 哎呦难受 我这里应该拿几个防空的 没有注意对方有飞机 哎 这侧飞机坠毁了 他飞机没油了 看到没有 他现在 他现在没有油了 他这个有一个就是 油量不足的标识 不用管他 很快他就会坠毁 不慌不慌 不慌 这一波我们采用 拖延战术 他这里是战斗机 就是只有机枪 但是三架战斗机实际上 对坎克造成的伤害 真的是特别特别少 然后这里有啥 这里有几名士兵 好像啊 对法国的护兵 他是飞机坠毁之后 他的士兵出来还在战斗 但是我方坦克直接压过去 直接碾压 然后我方呢 德国步枪兵也过去了 来 在这里 进去 教堂 我去 哇去 fire fire 一老包 还没死 fire 炸掉 哈哈哈 可以 你已经挺过所有波斯 这波还行 好 花费奖励 花费八千多 奖励了一万五 也就是说又多出了大概七八千块钱 来 压眠 压眠有个工厂 有坦克有工厂 有护兵 然后他这里是 他这里有400点研发点数 这里是600点 那肯定打南西 来 开始 好的 这一波是击杀对方VIP 对方的VIP呢 是一个兵营 就是需要把这个兵营直接炸掉 只要把兵营轰掉 一切OK 然后击杀的兵营已赢得战斗 冰营会出产大量的士兵 烟雾炮 加农炮 一堆的步兵 喷火坦克 反坦克炮 加农炮 急速炮等等 就是 然后包括这边有防空火炮 这边有个马其诺防蝎在这里 我的天 这个是对建筑能造成大量的伤害 从这一侧直接迂回过去 把对方的建筑全部干掉 火炎发射阶就是对这种无甲单位 看到没有 对无装甲效果非常的非常的好 来看一下我放的中性坦克 中性坦克对他的加农炮 然后对他的这个喷火坦克 包括对他的兵营 其实效果都还行 再来几个中性坦克 然后之后再来几个星星坦克 好 话不多说直接开始 走 打过去 轰对方的兵营 别把兵营轰掉就OK了 哇去哇去 你看这火箭发射器 这火箭 我的天哪 我直接被炸了 但是我方的火炮 我方的火炮伤害太高 这火箭发射器 我的天 一炸一大片 这火箭弹太强了 对方不平攻不过来感觉 我方清坦是有机杀的 对方直接没了 火焰发射器就一波 一波这火焰 然后马其诺防线没了 炸光 哇好强 现在对方士兵 全部藏在这个小屋当中 但是又能如何呢 我方尖童炮和火焰发射器 可以无限的释放火线来轰 轰轰 轰轰对方的兵营 他这里虽然会无限生产这个小兵 但是 又有何用 看到没有 火焰发射器直接把对方的尖童炮 直接轰掉 然后对方这个兵营 虽然会无限生产小士兵 但是 他兵营听不住我方的轰击啊 他兵营要没了 他兵营 他兵营还在生产小兵 继续轰 继续轰 nice 直接炸掉 对方VIP就是 二话不说 直接去轰击对方的这个VIP这个兵营 火焰发射器只打箭柱 打箭柱和打小兵 他是AOE直接炸开 太强了 战斗胜利 获得了大概600点研发点数 这边可以直接去袭击巴黎 也可以去打旁边的地方 我在这里实际上解锁的差不多了 现在点数有700多点 要解锁的话 解锁个ATR步兵 对吧 万一遇到那种只能打步兵的 然后再解锁一下 反坦克炮的话 我觉得不用 坦克兼机车 这个需要解锁一下 因为后面可能要打 擅长摧毁重型坦克 这种重型坦克车是需要的 其他都不太行吧 把这战吧 解锁一个烟雾炮好吧 好 这边我们直接打最终战巴黎吧 对方 没有火炮 就是对方是 纯坦克 天真的法国以为 他使用机械化部队 就能和我机械化部队对刚 他既然敢和我打坦克战 你敢信 来 当然这波对方可能会出那种重型单位 这点倒是可能 但是我这里有坦克兼机车 有反坦克炮 所以打他还是很简单的 看一下 我折那么多重坦 坦克兼机车 对方是比较适合打我方重坦的 我看看加东炮打这些坦克效果 都是非常好的 为了被 不被那个包夹吧 我们把加东炮全放在中间 自行火炮 自行火炮我看一下 自行火炮对轻战还行 坦克兼机车主要是对阵重甲比较厉害 防空炮防空火炮 避免对对方出现大量的危机 好的 之后 之后我还是觉得全是轻坦 我觉得轻坦更加厉害一些 轻坦的是真的厉害 然后中坦来几个 中间坦克来几个 我方指挥官也是中坦 就相当于有一些中坦 大本的话我还是觉得 轻型坦克更加厉害一些 OK 这一波 让你们瞧一下 什么叫做机械化推荐 战斗开启 来吧 第一波轰击就可以对对方造成大大的伤害 在这边 这边对对方 来 轰过去 我就使用轻坦来 来输出就可以了 对方一波 第一波的火箭发射器 对方已经损失了一半的战力 就第一波轰炸 对方已经少了一半的战力 打掉 命中 PK2 打掉 小心对方有三波波子 你不要让我方 保护好我方的加农炮 这是这场战斗唯一的需要 保护好加农炮 干掉 别冲过去 不去他们 不去他们 还敢修理 炸 这边还有人 这里还有大量的坦克 轰 轰 轰不轰要 你多打少 围欧 轰进去 这波应该OK了 我现在需要 需要那个啥 需要往回撤一下 我需要往回撤 因为后排的 可以看一下对上角地图 后排的加冬炮 已经充分暴露在对方的 那个视野当中 我这里担心 有人会操我的后排 我需要 这样坦克就是过去卖的 去送死的 好 去保护一下我方的后排 果然在后排 我就知道 我的天哪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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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哎呦这几个加冬炮打不到位置 我需要去掩护一下 掩护一下我方加冬炮 掩护一下 哇去 对方中坦 插点AC 看一下 他从后排捡过来 然后我方 我方正面 这是防空炮 我方正面的 正面的加冬炮全被打掉了 哎呦 看下对方 对方这是 重型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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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架重型 这波可能不好打 还行还行 我还是有少辆坦克剑机车的 对这个重型坦克能造成大览伤害 火箭车还行 还行 还可以 这个这边有几个自行火炮 和火箭车还可以 可以造成 火箭车的攻击距离好远 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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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方 加冬炮为对方吸了菊花 全没了 全体阵亡 第三波 第三波在哪里 第三波在哪里 我方机械化石还在 在这边 大量的机枪兵 木枪兵 第三波是士兵 然后法国的士兵 带了一堆的重坦过来了 就看一下我方的火箭 能不能把这几门重坦打到 中型和重型的坦克全部过来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还行 对方的重坦在被我方疯狂轰击 好打掉 但我方这边战术也挺严重的 卧天 两边对欧 然后 就是普通的轻型坦克 改量的 改量的中型坦克没了 我去我去 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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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走 再次进入战斗 攻击 我又被打 哇 坦克上面都没了 真的假的 炸掉 可以 通上去 掩护 哦 上面的机枪兵没了 这个坦克 冲进去 冲进对方的营地当中 冲进去 哇 被对方的步枪兵炸掉了 这个坦克 就只剩了驾驶员了 其他人都没了 这边现在对方 哇 对方剩了几辆中坦怎么办 我打不过他 我的加农炮没了 这个中坦有点难打 还行 我方指挥官还在 围殴他的 他虽然血量很多 900点装甲 然后生命值很高 防御率很高 但是他数量很低 就剩他这一个了 我这里慢慢打的话 对吧 虽然他很肉 但是 死了 虽然他很肉 但是他抵不过我方人都 我方这里还有大量的人 还可以 这波应该下来了 这有个法国的中心坦克在这里 树林当中苟延残喘 然后我方已经围过去了 熊 树林 胜利 闪电战吸取巴黎 这波直接放弃到旁边的那个 直接把法国的首都巴黎直接干下来 德国真的好爽 之前打巴黎真的感觉好难 因为我打巴黎的时候对阵的是德国 德国真的是 遇到德国一些坦克海之后 特别难处理 这里直接采用坦克海的方式 把对方干掉 好600点 研发点数 nice 这边看到了吗 这次大祸 全身上全世界都看清楚 德一之帝国 不可战胜 好嗨哦 前前总部和我们缺乏沟通的一战 真是难受 德国张军二 黄色方案对战法国大胜 我这里大胜 直接由中位上升到上位 我又上升了一级 张杰三 德国 1940年8月 就是距离上一场战斗 已经过去半年多了 我方空间在英格拉这种表现出色 诈拼了伦敦大本机 切断大英帝国 那看起来第三关呢 应该是要决战英格拉了 OK 没问题 好第三波现在是应激类海峡 这是防御行动 总在撤退的同时 每个阶段都要抵抑住对方的攻击 也就是说后面的话 第一阶段可以打赢也可以打输 但是第三阶段必须要赢 否则就整场游戏就失败了 然后第三章我们可以解锁火焰喷射兵 地面部队我可以看一下 德国的七星坦克 重型Tiger 虎视坦克 它的护甲有1125 哇好强 包括这边的改良性装甲车 肯定先把火焰喷射解锁带过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 这边有指挥官的重型坦克 以及指挥官的坦克兼机车 我还是觉得给指挥官给重坦吧 喷气式战机 哇 德国竟然有喷气式战机 包括能部署散兵的大型飞机 这个是可以跳伞 指挥官给一个重型坦克解锁一下 好 然后指挥官这里的话 就可以给他解锁新的坦克了 解锁 好了还有三万块钱 第一波战斗应该是只要1万就行了 坦克对坦克 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打得过的 好吧 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下一期对阵英格兰 大家想看我怎么打呢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给我私信 都是可以的 行 那今天由小枫带给大家的坦克模拟器的章节对阵法国 就在这里结束了 那不要忘记点赞或者关注我哦 那我们就是下期再会咯 大家拜拜